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师成贬义词了 哥老师这次要不是参加两会 所以这牌子挂在胸前 1507这是您的什么编号 委员编号 对可能是我的委员的编号 第1507个委员 不收走吧 这个牌当然就是好像不收走 对吧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等那是今天 比如说 出证 不 今天要刷卡的 进大会堂 我看看这牌背面 这个牌倒没有 这个牌是进出的 进出的 进出的表示身份的 对吧 那你看防御 那么你比如说那武警 你已经没有这个牌 对不起 不让你进去 管得很严重 对呀 这个当然应该是 对吧 那么所以再上提醒我们 你到大会堂 你哪怕再了不得人 你没有这个就不让你进的 我相信我们原来学那课文 念经同志 对吧 出识政见 有的时候我进去这样 他说对不起 请你把这 翻过来给你看看 对吧 一番是别的那个牌的 这个袋子我自己带来的 为什么呢 我开就别在那里 万一掉了 对 那就不行 对吧 另外的话 这个万一掉了 又走就要忙 所以政委啊 咱们今天是个正牌的 有防伪标志的 政协常委 不过咱聊这个 两会话题啊 我发现在这个同期有一些话题啊 未必是两会的提案 当然了 可是呢 会内会外 会内会外都在聊这事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最近最火的 我估计您也听说了 就是圆明园的这个 而且我觉得今天问 葛老师是问对人了 对 圆明园的这个熟手 兔手 其实听说我一直很关心 因为这个对吧 这历史 中国一代历史 对吧 那我怎么能不关心 就就原来我们就说过嘛 大家很关注 就说这官司好像给驳回了 就打输了 没想到又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跳出一个蔡明超 好家伙就把这东西给举下来了 而且现在有 现在好像也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处理 不知道就说这个蔡明超呢 就一开始是说 说这个听台身边的人 人透露小道消息 网上都是很多这种 说我呀是中国人 对吧 我就准备牺牲我个人的这个信誉了 帮咱们中国人把这面子给争回来 可是呢 现在议论太多了 骂他的也有 像有些文物专家也提出来 就说你这是牺牲了整个中国人的 这个商业利益 外界的商业的这种信用 你一个人的牺牲 对吧 所以听说最近他们考虑呢 就是说 不是还有三个月吗 三个月付钱才算吗 怎么怎么着 反正这个事现在大家嚷嚷嚷嚷嚷 我不知道您呀 对这个圆明媛专门发表过专门的 对对对对这个事件 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呢不能就事论事 今天如果这个文物不能拿回来 也不等于我们一定失败了 对吧 今天拿回来了 也不是我们就完全成功了 对吧 首先我们大家呢 这个事件呢 我觉得象征性的意义 比它实际意还大 从实际意义上讲 我绝不认为 这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文物 对吧 所以当时 把它定为一届文物 我感到很吃惊 谁定的呢 那当然是 国家文物就组织专家定的了 我不知道这些专家现在怎么行 我看到最近罗泽文先生 就是这个怎么能够 不 你文物是有文物的标准 你不能说因为政治 你比如说今天抢了 把我家东西抢了 他一个一张破袜子也抢走 这也是就变成功报了 您能解释一下 您为什么觉得 就是他本身没有 并没有什么文物价值 就从一个专家 一个文物 那么他讲他本身 他离开今天时间 时间一长又了不得 他在多少时间 前楼那个年间 到现在才多少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他本身 那么有他 比如说他的很精巧 材质很稀有 这也谈不上 对不对 你什么精巧 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我问了 今天在北大行政楼 那旁边那两个华表 就是里面拿出来的 那应该定几件了 这有机吗 对吧 这个事实上 他讲了 这个对吧 你不能因为是他有真正义 你就把他随便把他抬高 对不对 这个我们私下里还请教北京的一个古文行的一个专家 他呀 讲几个意思 他也不敢出来说 他惹了 凤青 他说我几个意思 他就说 这个兽手啊 圆明园的这玩意 这个大水法嘛 那个水龙头 就是一个喷水的 首先说位置 他不在圆明园的显耀中心位置 他在好像是东北角东南角 这个边边的位置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位置 而且文物啊 室内的永远比室外的这个值钱 或者说有价值 再一个他提出呢 就是这本来就是外国人的 郎世宁他们弄的外国人斗中国皇帝一乐的一个玩意儿 说比如说水法 说中国文化当中园林的这个水啊 通常是流的 外国是喷的 再一个就是说呢 就是实际上在英法联军进圆明园之前六十多年 这玩意儿就早就已经坏了 废弃了 那就算不坏 那么这样的东西 他也没能搭架 他这个主要是因为中西河边 在中国皇帝没见过这玩意儿 我这好这了不得 那么同样的这样建筑 喷钱在西方 不要有多少 没错 你说对不对 你在法国那个卢浮宫啊 或者是什么凡尔赛宫 那不好多吗 但是现在就是个 他的象征意义也太大了 中村保利就是拍了这个东西 我不是现在讲话 我当时就有两个看 我也写过文章 但是好像媒体认为觉得不适合发表 那么第一 您什么观点 第一就是说 犯得着这样公开的说 不惜一些代价把它拍回来吗 就等于变相帮他炒了 那就是嘛 你瞧瞧派人把他拿回来再说嘛 这样的价格低得多啊 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嘛 所以当时刚刚 回来了以后 怎么就轻易的就定了他一级文文呢 谁定的 你专家在干什么 所以当时他们到上海展览的时候 要我去开座谈会 我说我不去 我去是扫你们信 因为我是不承认 这样东西可以做一级文文 而且对我们整个国家 追讨文文是不利的 怎么不利呢 怎么利呢 你这么吵的话 本来你说 这个不值钱 现在你中国人 你年花几千万 我在商严商 我做买卖 当来卖高价了 那都当一卖高一好了 对吧 而且知道你们中国人 现在追讨要买回去 要收回去 那么这个一下子文文价格 中国就涨了 因为有的人本来 倒不要说他也收藏 将来再卖个好价钱 所以刚开始 第一次他出现在拍卖场的话 也就是六七百万人民币 我记得 后来保利的时候 就上千万了 后来等到那个何鸿生 是六千多万了 现在我们上亿了 那么现在终于到这一天了 一千四百万欧元一个 对啊 所以我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追讨 但是追讨的主体 要注意方法是吧 不 追讨的主体是政府 因为这不是个人行为 他那里应发联系进来 也是政府 我们现在政府 政府不应该回避这个责任 不应该被动的跟着走 你政府要制定 我们国家追讨的总的方针 您觉得政府追讨 有什么成功先例吗 有啊 就是有什么办法吗 那但是呢 有几条 第一 我们说清楚历史 不等于都要恢复历史的延长 我们也是在明白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 那么我们现实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这个呢 首先你要把我们中国 到底有哪一些文物 在外国里抢走了 你都查清楚 另外呢 他怎么抢走的 因为有的是现实清楚的 比较好办 你比如这两年 那个什么青州的 扶手的时候拿走 清清楚楚 是非法的 马上追回来 这个他没有话好讲 你今天打官司的话 你就得把这个经过讲清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那么说政府行为的话呢 我们是集中在少数 对中国 特别重大意义的 特别精美的 特别影响的文物 也集中精力追讨这些文物 而不是全面的要求把这些文物都轮回来 这也不现实 特别像艾建 那个这个私生人命像上面这胡子 要回去了 对呀 这个但是艾建也没有全面的要 但是这个巴黎那个协和广场上 那个房间被 要不回来了 一方面要不回来 全面要不可能的了 那也是要泄水 要不回来 那么同时对其他 在对方承认 或者是大家公认 这已经是人的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物 也不一定 都要回来 因为他的博物馆里面 他客观感也起到一个传播 比如说 我家里 我们是邻居 以前你抢 你的老祖宗 抢了我的东西 那么现在你后人也承认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放一个 这咱们用 这也就是 这个历史要讲清 这不等于什么 都要什么 这还要从国家的利益 从各方面全面来考虑 我这个有一个就是 政治不正确的一个感受 就说实话 有时候在法国的博物馆 是看到中国文物 是觉得吧 这是咱们的 可是你又回头 有时候看到一些纪录片 就当年我们在文革的时候 自己毁掉的时候 怎么砸 怎么砸了多少珍贵文物 包括甚至到现在 今天的博物馆 你去看它的布展条件 它那个文物 在仓库里摆放那个条件 你真是有时候觉得 一个一冲动 恨铁不成钢 这东西是不是 人家会保护的更好一点 所以 这个我就觉得 比如具体到圆明 这个事情来讲了 我觉得我们好多人 现在不了解全部的历史 我曾经讲过 圆明园这个国词 有三层意思 我打你一个节 三层意思 咱们先去了第一个广告 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圆明园的三层意思 格老师给我们论述论述 第一层意思 就是阴法联军 这个破坏强气 这是国词 不管是清朝皇帝有什么错 你不应该这样做 对吧 你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伤了中国人的感情 只强盗 这余果都说 余果都说 这个时候不是没话 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第一层 但是如果仅仅是 阴法联军的破坏 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不要忘记 清朝政府后来还是拿了不少钱 去准备把它修复 而且呢 里面还照样很多事 还在 还在 还在用 对吧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什么呢 就自从那个 包括阴法联军进去以后 太监 不少中国人同时去抢钱 对呀 那么以后呢 太监盗卖 没错 对吧 都不断的弄 那么到了民国 清朝完了以后 那么圆明圆的遗址 成为北京 甚至附近的一个建筑材料 供应地 食材 只要你有本事 我们自己也没有保护好的东西 我刚才不是讲吗 到燕京大学的时候 就里面拿了两个华表 就放在那里了 比如说现在白海边上的 原来北平图书馆 那么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的 这个现在是福分馆 这里面 这里面的呢 这个也是那里拿来的 对吧 给别人抢了 对呀 他们自己拿了 是不是持有呢 一般的拿那些 这个 这个啊 什么汉白月的东西啊 像海淀附近 人家像有的 老百姓的租建的版 都是里面拿来的 那么这个是谁的持有呢 对吧 如果说当时清朝亡了以后 明确的命令保护这个遗址 那好多东西都还在里面了 对对对 对吧 这里应该一个民族应该反省自己不争取这一点 对吧 这个历史的这个遗存 那么更容易还有第三层意识 什么的 到了文革中间就全面的破坏了 这么多单位进驻 说这个地方空中 为什么不利用啊 农民进去种田 那么都把那些这个山水都变成了稻田了 变成这个了 所以你看前几年 圆明园说要恢复的话 就碰到难题了 这么多单位 甚至后来还又造了鼻鼠在里面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也能怪帝国主义吗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应该讲第一次抢去 是帝国就把抢走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有些文物是他抢到抢了以后 各种形式先流到社会上 然后再流出去 是你像有的这个外国收藏家 真是特别痴迷爱中国这个文物 而他至少先 他也是从中国人手里买来的 对他们来说 不是他去抢的 那你中国人卖给我的 那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把追讨是集中在少数 就是我们的确是正极缺着的 嗯 那么其他怎么办呢 并不是我们就不要回来了 我们要这个讲清历史的真心啊 要让世界上大多数人 同情支持我们 那么以前也有的 比如我们的永乐大典的什么 有的回来的 那么他有正义感的人 有的呢 他就会 宣征 或者呢 他会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对吧 或者做会一种交换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 那么还有一些文物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追讨 但是大家知道是中国的文国 那么他们现在留在那里 只要他能够很好的保护 对吧 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承认这个现实 那么毕竟他在那里也是显示你中国文化的 这个展示你的风格 对吧 因为这样才是比较 还有呢 我们要历史的看问题 比如现在 你比如现在 你把习白石一幅画 你要拿出去 就是犯法了 但当时没有界定 但是五六四年代是 这个他当商品在卖的了 那发布的人家外国人买了 对不对 我到美国去 我一些教授家里面 就挂着习白石的 习杯红的 黄冰红的 那他都合法买来的 那么这个在外面 你这个就良样 还有我认识 我们政府 从清早时候开始 就是做礼品 送给人家的 不光是作为礼品 那溥仪的那时候 不是老自己从故宫 拿出点和东西 都给卖出去了 这倒还是 因为溥仪实际上 他也是倒卖 因为这个 这个当时民国时候 已经宣布这个了 他也 他们训帝了 还偷偷拿东西 还有的 你看我几个例子 这个周总理曾经 当时送一个明朝的花瓶 给斯托雷登 对吧 那么这个 今天当然是文物了 在当初 这也不算文物 要是文物 总理也不会送回来的 那么结果呢 斯托雷登到临终以前 他列下的一座 有一条 就这是中国的东西 请叫他的秘书 附近波 把这个送回来 我相信将来 我们只要是真正 中国一方面强大文明 对吧 我们这个跟世界 出镜友好 那么这样的人 也会有的 对不对 这个 我们要多方面看 对吧 就是你像 讲的这个 像这次律师 打官司的这个律师团 他们就是说 我们这官司 就预着了 预着了 肯定是要输的 对 但是输 注定是一场失败的 输的就是唤醒 中国人民教育 法国人民 让他们知道 教育他们 那么另外呢 有一些 比如说 我们他的确是付了钱 当时也没有犯法 那么我们是当的 大家通过友好的 比如 协商 大家决定补偿 或者对方政府 为了对中国友好 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可能的 所以大家眼光 要放远一点 我们今天要这样做 这个实际上一方面 我们通过这样做 来反省我们自己 以前不重视 我们的文物 对 对 对 没有及时的追讨 比如到现在为止 人家假如问 你说我们是掌握 你掌握中国政府 有个名单吗 你怎么界定 对 我们应该在充分 调查的基础上面 我们中国应该 公布一个名单 这个文物 这些所以我们中国 掠夺 是追讨的范围 今天我们 一千年一万年 你总是耻辱的 但是这样就比较好 那么因为你要相信 世界上人民 不是一定要中国人 爱中国 对吧 而且大家组织正义的人 也是有的 那么这样至少 我们的道义上面 赢得了这个 而且咱们不是讲 科学发展观 我从葛教授这里 看到一种科学思维 你知道我听过一位 就是中国研究 这个中日战争的 他就很感慨了 他就说 我们说这个南京大屠杀 他说我到日本去看 日本打一场仗 死了几百几十几个人 武器子弹 又精确到各 有名有姓 有证据 我们一说呢 有30多万人 但30多万人 当然是写的历史 可是呢 你真要去举证别人 这些人 是不是都是有名有姓的 都是谁 我还可以给你几个例子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是亲身知道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啊 他要脱压入欧 所以呢 传统的这个汉 汉字的书法什么都不要的 很多文书呢 当废纸这么扔掉 那么当时我们中国 一个外交官跟着去水眼 很有名的这个杨守靖 我们历史地理的宗师 对吧 他书法也很好 日本人到限度 那么他做谁 他一看呢 就赶快把这东西 有的收购 有的就剪 那然后呢 有的比较贵的呢 他要去交换 他书法日本欢喜 他带着杯帖 他把这换 大批的几百卷的 可能还更多 跟他拿回来 那么这中间呢 就有日本今天 国宝界的文物 我们也收购别人的故事 那么我这前几年 我跟日本交流 他们知道这个 我也带他们去 到上海博物馆 上海图书馆 湖北的博物馆 带他们去看过 在上海图书馆 我拿一卷 就要请他们拿出来 日本光明皇后 像当我们唐朝时候 他手写的佛经 然后呢 有中国包括 胡胡凡什么 很多名家的提拔 当时我记得 这个日本的大清秀教授 现在去世了 还有那个 这个立古先生 这个教授 他们是一种 朝拜向圣人 也要他 这是我们的国宝 对吧 那么我在开会的时候 我的观点什么呢 中国人民 为你们保存了国宝 你们如果没有中国 当时学者 有这个眼光 跟你们保存 你们的祖先 都把他的废子都扔掉了 有今天吗 那日本怎么不想讨回呢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 我们如果站在 我们 在历史的眼光上来 对历史的呢 我们也要区别 一定要不能够说 他手里有中共 一定就是 对吧 那么要区别开了 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 合理合法 追讨 那些最重要文物 这样的目的 好 枪枪三元形 广告之后见 成功的巅峰 荡漾生活的清风 你的国度 你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 海南清水湾 格力睡美人 代表卧室变频空调的 领先高度 坚持舒适 静音 节能 精品空调 格力创造 李京还有问题 对啊 就是我们也知道了 刚才您一解释 就是那兽手本身 它没有那么大的文物价值 然后有一种评论说 是中国人的愤怒 把它给抬高了 抬高了上亿 那您刚才说 对吧 您刚才说 要追讨最有价值的 那就是在您的界定当中 或者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最有价值的是指哪一些呀 就有没有确认的 那就是要首先要调查 然后在这里 存在各大博物馆的 就是那这就几个条件 这本身是文物价值 意义高的 对吧 比如讲 比如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个中国元人的头盖国 那么它现在找不到 万一像这样的 那么就是这个 党的价值最高 对吧 那么这里面看 那么文物价值高 另外呢 对中国人感情上面 比如说 你和我们感情维基在一起的 这是一种民族的象征性的 那么另外呢 更主要的是 它的来历清楚的 就明明白白 你什么时候把它拿走 你比如说 抗日战争以后 那么以后呢 就发现 日本有些文物 那它来都来不掉 老老实实都交出来 你这个就拿走的 这些 掠夺的 那我们呢 要专家学者 这个起作用 你要把它调查清楚 你听了吗 答案清楚 发表议论容易 追求真相难 对 所以我又看好多人 这个在网上议论 民意沸腾啊 不是骂人啊 这喊口号太容易了吧 对 你能不能搞清楚一个问题 真正的事实 那个律师 法官律师就说了 你连一个追诉主体 你都搞不明白 你个人是没有办法 你去跟 爱心觉罗 中清会 那个都是莫名其妙 对的 这什么话 难道我们还还个皇帝的后人 照那么说 故宫爱心觉罗 中清会了 他说从法理上讲 现在他们就宣布了 除了他私人物品以外 就没有资格了 对吧 那么到 总一想进攻 就西村王 然后他又拉了 另外一个中提 本来什么 故宫报言 所以我们连人家 对话语系都掌握不了 你怎么去跟人家 去追讨 对 而且我真是有点担心 就是这么一闹 将来国际上的 这个拍卖市场上 人家对中国人 就聚烦的 对 我另外觉得 就是跟加世德 其实没关系 人只不过是一个 商业的运作 就是 但是我们要注意 那个 来 这个 主人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